大人 血祖沉睡的地方 极有可能在古罗马尼亚的血海之中 我们要不要去打探一下 血海 这是什么地方 血海位于卡尔巴迁山脉深处 传说那里曾经是一个王国的首都 最后化作了整片血色海洋 无比危险 入者必死 而且血海还是地球上的七大生命绝地之一 与华国昆仑藏仙谷 长白山龙池 古巴比伦的魔窟等齐名 都是生灵的禁区 曾经李长生也提起过这些地方 莫非这些地方真的有什么奇特之处 难道真是先门所在 小凡 爸 妈 小球 你们怎么都来了 连你都来了 龙堂没事吗 门主这一战 威震地球 现在谁还敢招惹我们北雄派和龙堂 你现在都是陈六国了 我在网上看到他们都说你排行天下第六 这群家伙 小凡 爸妈 怎么了 难道是爸的身体还没好 诅咒没根除掉 不是 是你外公家派人来了 现在就在精灵 我重生回来 一步步鸣动天下 登明世界之巅 王家才突然派人来 耐人寻味啊 小凡 你外公想让我们去燕京过春节 你看如何 当然 你要是不想去也行 我就回绝他们 我知道我妈妈想带着我 风风光光去燕京一套 出一口恶气 罢了 就当弥补一下母亲的遗憾吧 我上一世不争气 终究不能让她风风光光的登王家大门 去 我们也有十几年没去燕京过年了 这次就当弥补一下 真的 小凡也跟着一起去吧 嗯 一人 你知道吗 我爷爷竟然自作主张 帮我选了一位未婚夫 这不是开玩笑吗 大家族的宿命 婚姻就不是有自己决定的 真羡慕你啊 年纪轻轻 就是什么化镜宗师 以后你的婚事 肯定能自己做主 定位不同罢了 你们秦家作为豪门 必须要和其他大家族互相联姻 才能强盛生存下去 奇怪啊 秦老爷子坚持和王家联姻 那边到底有什么能吸引他的 除非 除非什么 不可能的 那位据说有女友了 而且以他的身份 也不会答应 你先别急 毕竟还没正式定下来 说不定只是秦老爷子一时脑热 好吧 小凡 你说王老爷子 为什么突然让我们去燕京过年 还能干什么 还不是看到小凡现在这么厉害 想要拉拢小凡呗 王仲国谋身如海 背后必有深算 不错 你有这番见识 我就放心了 别把你那套罐输给儿子 儿子现在可是陈六国 会不知道这些 喂 忠叔 我们已经到了 忠叔马上就过来 我们在这里等一下 小凡 这里好漂亮啊 以后我们要是能在这山上买一栋别墅 看这十里红依染红的景象 太美丽了 好啊 到时候 我把这座山都包下来 送给你 北面山上 基本都是华夏顶级大家族 你想把整座北山包下来 那是不可能的 竟然无视我 喂 你们知不知道 北山是什么地方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 还不快离开 否则我就叫保安了 小云姑姑 你是小云姑姑 你们来雁京 怎么没通知家里面医生 你是小弟家的女儿 晨晨 是我啊 小云姑姑 这位难道是小姑父和表哥 王晨晨 你认识他们 没听说你们王家 有一个叫王晓云的姑姑啊 原来是远房旁系的呀 这 姑姑一家 一直被家族排斥 长辈们提起姑姑一家 开始是轻蔑 渐渐转为嫉妒 现在 似乎是忌惮 看在晨晨的面子上 我不和你们计较 但要知道 北山这里行走的每一个人 都大有来头 是你们招惹不起的 过来 跪下道歉 长嘴二十下 我可以饶了你 什么 让我下跪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 你疯了 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 你们忍下透天大祸了 陈先生大小姐 你们终于来了 快快随我上去 老爷子等你们多时了 陈先生大小姐 让你们久等了 我心中有愧啊 容疏一向不苟言笑 什么时候会这样温和 还带着一丝恭敬呢 好像不太对啊 没事 没事的 李哥 这是怎么回事 章语刚才 冒犯了小云姑姑 所以被表哥教训了一下 什么 小凡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外公还在上面等着呢 总不好带着麻烦去吧 罢了 小云 可行 你们来了 大哥 你们快进去吧 老爷子在里面等你呢 爸妈 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回来 还把姓陈的两个也带上 来我们王家示威吗